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无数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侵害人权事件 严刑拷打跟杀戮 另外一项呢就是人口的迁移 此外还有一项非常严厉的限制性的生育控制政策 所以始终大有危险 有些朋友就把这个中国政策称之为终极解决 所以情况非常严重 对汉人的种种暴行 达赖喇嘛却以非暴力和慈悲来回应 由于他三十年来的奋斗 他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合同奖 最近在印度的萨尔纳斯 他领导八万信徒与各教派为世界祈祷和平的大游行 说到达赖活活的力量 那是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们世界以前就曾有过 不过目前它却处于政治力量的阴影下 但是无论他做任何事 他总是为最大多数的众生扶植设想 所以他的根基是利他主义 我说的对吧 那其他的政治领导人呢 难道他们的动机不同吗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想很难看得到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过我没有看到 和平大游行之后 人们围惧在他曾坐过的地点 祈祷和供养 对于他们来说 这已经变成了一块圣地 作为一位政治领袖 达赖喇嘛在官方场合 被世界各国政府所回避 达三十年之久 不久前 捷克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 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合法领导人 这是他在宣誓就任总统后 十三个小时内所做的事情 几周之后 中国政府断绝了和捷克之间的商业往来 由于中国的面积和霸权 许多国家不愿向中共 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挑战 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 纵容了中国政府 继续毁灭西藏的宗教 文化和人民 的确此时此刻 我们正在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所以我们 现在唯一的希望 则有赖于外界的世界 跟自由国家的人民 这就是唯一的期望全员 1991年 美国国会无视于中共方面的重重压力 和美国国务院的极力反对 终于邀请达赖喇嘛 向国会成员发表演说 城市场提供 城市场提供 谢谢大家 在这里 我想有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行动自由 你们贵国 对于这些自由 也都非常的关注 非常的珍惜 可是 我差不多15岁的时候 就丧失了 这些自由 而最糟糕的是 无数的藏族兄弟姐妹们 不仅失去了自由 并且遭受到极大的苦难 所以 我认为 真正的全球的责任感 就是 启认到 全人类是一体的 以此为准复 我想我们可以解决 许多的问题 我是这么希望的 我也如此 祈祷 同一时刻 城市的另一边 在国务院 我在同中国司的负责人交谈 美国官方的政策 一直认为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虽然是中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区 我的罪信是在1959年 我在一份宣布 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声明上签了名 为此 我在汉人的监狱和集中营里 度过了十几个年头 在这一点上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中国政府实施任何政策 或采取任何行动 以彻底消灭藏人 简言之 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人民或文化 有过种族灭绝政策 我的意思是 藏人不再穿藏族服装 藏人不再讲藏语 只说汉语 穿汉服 每个人都穿蓝制服 寺院不再是寺院 里面没有和尚了 他们曾经有活动诊所 爱尊爱护召集妇女 替她们做绝育手术 甚至还强迫 怀孕九个月的孕婦 堕胎 那西藏人民的自绝权呢 西藏最大的变化 是人民的变化 昔日的农奴变成了今天的主人 因此达赖国博便问他们 如果你们使西藏如此的进步 为什么你们不准某些藏人去西藏 让他们自己看看你们做的一些好的事呢 因为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藏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但是当我们到那里访问时 当然情况恰恰相反 我想你是知道的 访问代表团反而招来了相反的结果 我们所到之处 群众都把我们挤成一团 而你知道的 因为我们是达赖国博派来的 藏人全都来了 当然 你知道我是达赖国博的妹妹 他们都来要求祈福 来要达赖国博的照片 他们只是想来摸摸我们 你知道没有一家没有丧失亲人的 他们或丧生于集中营 或死于劳改农场 或监狱 或者是 总之 他们要述说悲惨的故事 你知道在他写殖 他们他们得出生的故事 要去告诉我们 人们可以变成一名 明天的情况下 疾瀚